下周二全台就要微解封了 大家在这之前还是要坚守防疫 好好稳住国内COVID-19疫情 迎接微解封的到来 今天国内疫情依然平缓 新增31例本土病例 两例的境外一路 以分布地区来看还是双北市最多 这新增13例的确诊个案 不过最近这几天 国内确诊人数都维持在30例上下 这也让外界担心疫情是不是还有变数 那当然越往到平坦 到最后的时候就越难 好像你考试要考到八九十分之一 然后再往上又再进步 那相对就一步一步就很难 所以大家现在更努力 只是很不幸的 今天还是有6例的死亡个案 其中一名个案年仅30多岁 他是在6月22日到医院隔离 6月24日被演出确诊 到了7月5日因为CT值没有大约30 所以要延长隔离 没想到这段期间却因为情绪不稳 7月8日在病室区域关死亡 成为国内第一例亲身的确诊个案 他其实隔离的当中 这个病况是算蛮稳定的 不过就在这个隔离的期间 在医院当中有很明显一些 情绪不稳的一个状况 那也经过医院的一些密集的辅导资商 不过还是很不幸 在7月8号的时候 他是在病室当中自杀死亡 至于前阵子疫情稍不停的 北市三大批发市场 经过两次大规模的PCR裁剪后 比起第一次筛检阳性率0.44% 最近第二次的阳性率只剩下0.08% 而且周遭市场的筛检站 也都没有验出阳性个案 疫情指挥中心认为 目前北市批发市场的疫情 已经趋缓下来 因此决定7月2日成立的 联合前进指挥所 在今天正式解编 我们今天跟台北市政府 这边有联络 我们认为这个前进指挥所 联合前进指挥所 这任务已经到一段落 这个已经整体的一个疫情 在环南这三世 应该已经受到控制 有状况的时候 那个别去处理它 应该可以把这疫情控制住 另外有关7月6日 华航货运处员工确诊事件 最先验出确诊的案15221 原本家中包含它 已有私人染疫 没想到在裁检的 2602位职场接触者当中 先前确诊的案15269的同住家人 也在今天染疫 截至目前为止 国内一共有15218例确诊个案 其中13966例是本土病例 1199例境外移入 在确诊个案中 共有736人死亡 疫情指挥中心7月8日 宣布要为解封后 开放让餐饮业内用 但幼儿园和补教业 还是持续停课 这也让许多家长抱怨连连 陈时中也拿出统计数据来解释 幼儿园不解封的苦衷 那每一个都在有一个群聚的可能性 因为小朋友确实你要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区隔 有它相当的一个困难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5月23到29 那个礼拜达到最高峰 我指的是0到6岁 0到6岁 有84人 虽然公司立幼儿园目前人维持停止上课 但如果有家长无法照顾家中小孩 还是可以委托幼儿园照顾 尤其疑苦人员的子女还能优先安排 至于补习班可不可以比照办理 指挥中心则是把全责交给教育部 但也透露如果安清班人数不多 可以采一对一的方式进行 原则上也不会阻止 另一方面受到疫情影响 想办婚礼的新人们迟时无法举办 虽然围结封后可以举办10人以下的宴会 即使没有违反防疫规定 但不少县市还是不给餐饮业内用 所以新人们想办婚礼恐怕还是很困难